纽约会客室由Chase赞助播出 欢迎走进由Chase赞助播出的纽约会客室 今天的嘉宾是马上就要从纽约大学毕业的留学生 为何而且是马上要到联合国实习了 其实是已经开始了 已经开始了 对对对 在纽约大学学的是公共关系 对没错 你对公共关系的理解是什么呀 我觉得公共关系其实就是怎么讲 就是大家觉得这个专业可能就是筹划一些活动呀 或者是就是帮助别人准备一些 比如说会议呀会展啊什么一类的这样的工作吧 但你自己觉得呢 那我自己觉得其实我觉得公共关系 它不能算是一个专业 因为我觉得你不管是做哪一行 你都是需要一些这一类的知识的 比如说你做金融 你也需要就是说懂得这个市场是怎么运作的呀 然后你这么说这么做 然后会对你的这个产品 然后你的reputation会有怎样的一个影响 这样 因为所以呢 比如说比方说金融的话 那我们就会细分到investor relations 投资者关系这样 那你前段时间不是刚刚开了一个 慈善这个小提琴音乐会吗 是的 对吧 虽然这个是一个这个慈善的公益活动 那这个和你自己所学的这个公共关系 是不是也有一些联系啊 是不是把你的所学也放到了这个活动上面呀 对其实因为我自身是学小提琴20年 然后呢 一直没有学过专业 对没有专业 就是一直是跟专业的老师学 但是我自己并不是专业的学生 然后没有间断过嘛 我是想把这个音乐会呢 做成一个就是说我毕业了 然后我就希望说是毕业了之后呢 给大家有一个感恩的这种音乐会 来感谢大家对我的帮助 然后呢 但是我听从了就是朋友一些建议 他说 那要不然的话 就是说你弄这个音乐会 你应该要真的是去实际 去做一些什么 不是说是你自己感谢他们就可以了 你要不要把这种爱心 然后这种慈善的这种心 传递给大家 就是相当于是把这个活动 做成一个慈善的 做成一个慈善的活动 然后把这能量传递给大家这样 那说说你这个活动 好像是所有的这个得款 是要全部捐给这个贫困的学生是吧 这个慈善的活动呢 音乐会呢 其实是跟当地的一个 不能说是慈善组织 应该说是一个NGO 然后他们 非营利组织 对 非营利组织 然后他们呢是 怎么说 就是提供一个平台 给那些在贫困家庭里面的孩子 因为有很多这样的就是学生 或者是小孩呢 他们其实没有一个这样的平台 然后也没有这种机会去 追求他们的音乐梦想吧 然后我就觉得可以跟他们这个机构合作 来把我这个收入的所得 全部捐献给他们 然后让那些就是小孩子 可能就是因为我微薄的帮助 可以让他们就是离梦想更进一步 那现在这比善款有落实吗 对 现在因为那个这个购票的 就是购票的这个通道 其实不是我在处理 就是是通过那个一个购票网站在处理 所以那个购票网站 就是会把这个支票 直接就邮寄到他们里面去了 那我知道其实这场音乐会 还是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是吧 对对没错 所以我就特别的感谢大家 因为我第一个 其实我不是专业学小提琴的 然后即使说就有些经验吧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说大家听到这个活动 是个慈善的这个音乐会之后呢 就非常非常的支持我 就说那你要做慈善这方面的话 那我们大家都应该帮助你一下 然后呢这个活动呢 所以得到了 比如说我们的贵州的老乡会啊 然后还有我们的五大校友会 还有一些就是 比如说我的那个poster 就是海报什么的 都是有一些机构 然后他们帮忙制作的 就是大家一起出钱出力这样 你忘了一个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你的琴 对我的琴 因为这个琴呢是 一个非常著名的小提琴古董 古董小提琴这个交易商 然后叫Florineer Heart 然后是他们公司 相当于是借我的 然后借我呢是希望就是说 也算是他们捐献了这样一份爱心 因为这把琴呢是 非常著名的意大利小提琴 智琴师 Strativari 然后他制作的 所以这把琴有 距今已经有三百年的历史了 是在1690年完成的 对 还是 还是对 拿到这把琴的时候 我当时就觉得 Oh my God 我就还可以就是在 在我有生之年 居然可以看到一把这么名贵的琴 我就很开心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照片 我们也有这个 当时在演出现场的照片 来 就是这把琴是吧 是的 是的 那旁边这位呢 就是那个NGO 他的一个负责人 叫Pat 然后呢 这位先生呢 就是Mr.Solos 他是借琴给我的人 然后这两位呢 是我的 那个犹太朋友 这个是之前在 帮他们做一些事情的时候 认识的 然后后面 也变得关系非常不错 然后这一拨人呢 是我在NYU的校友 他们现在呢 在那个 Social Work 这个program里面 也是今年要毕业了 然后这两位呢 是我在联合国的同事 嗯 那这就是我了 对呀 羡慕的时候 这都是跟这把 古琴照的像吗 哦 没有 那个是我自己的琴 对 我自己的琴 OK 嗯 刚刚还有一张 你在这个联合国的 这个设计照片 嗯 那你觉得像 办一场这样的工艺活动 嗯 结合到你自己的这个专业的背景啊 包括你现在在联合国实习 这样一个经历 你觉得它给你带来的收获是什么 嗯 它给我带来的收获 主要是 我觉得 嗯 我觉得这应该要从我刚来美国说起吧 嗯 就是我刚来美国的时候 然后我在 嗯 然后屋主呢 就是一个老爷爷跟老奶奶 他们都是白人 嗯 然后呢 他们两个就是非常有善心 就是接待我们这些国际学生 去他们那边过节 然后呢 在其中我就 我就懂得了 然后 这个小村庄的人啊 然后都非常非常地有爱心 然后他们平常呢 也会做一些就是 就是算是公益事业吧 嗯 比如说是接待一下 就是国际学生啊 然后就是 跟他们就是介绍 美国的一些历史啊 怎么样 然后我发现 就是说其实呢 每个人都可以就是 有那么一点点的努力去 就是帮助这个 社会就做得更好 然后我就觉得就是 每个人因为方式不一样 像我的话 我就把音乐当成一个桥梁 然后我就觉得 我可能用音乐的话 比如说做这个慈善音乐会 我就可以帮助这些孩子们 可能离他们的梦想 更进一步 然后比如说在联合国实习 那我就觉得可以 嗯 怎么说就是 嗯 就感觉为和平而奋斗 就不再是一句空号 就因为你就真正是 在做那个事情嘛 然后我觉得就在里面的话 就看到每天那些 比如说保护水资源啊 然后就是说 怎么怎么去就是改善贫穷 这种状况 然后是真正切切 就是我们正在做的事情 然后你就会觉得 我现在是在就是 就在献爱心 在做实施 嗯 其实你是贵州的少数民族 对吧 对对 我还我还真的是 蛮是少数民族的 因为我爸爸妈妈都是少数民族 而且他们是那种苗寨啊 然后就是土家族的那种村子里面出来的 嗯 那按理说你应该对这个民族音乐是接触的非常多的 那为什么会从五岁的开始 五岁时候开始学小提琴呢 其实我觉得我对民族音乐还是有些接触的 因为我从小不仅是学小提琴 然后我爸爸妈妈也让我去学舞蹈 然后我主要学的就是中国民族 然后其中的话就是苗族 嗯 对 然后我爸爸妈妈是希望 因为他们在小的时候真的很穷 然后家里面有好多好多小孩 然后他们也是因为就是机缘巧合才能去读书 然后读了书之后 然后因为就是自身也比较聪明什么的才能考出来 然后呢 他们就希望就是说 小的时候他们没有这种机会去学琴 学其他的一些东西 然后希望呢 就是说在我这一代 可以就是有这样的机会去学习 不要留下遗憾 多学艺术 对对对 但是你没有走这个专业道路 对 因为有很多人他说 你那么喜欢音乐 喜欢小提琴 你为什么不去考音乐学院 然后我说 因为我们家其实是经过就大起大落的 然后 怎么说 嗯 就是因为我小的时候 爸妈妈他们很穷 然后考出来 然后到贵阳工作之后 然后我们家就是开始慢慢变好了 然后经济上也是有一定的实力让我去学 然后后面呢 有一段时间 因为就是家里进行不是很好 然后呢 就是大落嘛 然后就回到就真的是什么都没有 然后那个时候正好是我 小学毕业一直到高中毕业的那个时候 不然这样的话 你的学费就跟你便宜一点 然后我 我弟弟他也在学古真嘛 然后我弟弟的古真老师直接就讲 就说 直接上我们家讲 就说 那你就不用交钱了 你就直接跟我学就好了 老师都很有爱 对 老师都非常非常关心我们 所以我就感觉就是受到很多很多人的帮助嘛 对 那是不是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些这个体会啊 感受啊 包括尤其是可能人家对你的帮助 你自己有这个受益 有受惠 所以你才会想说 在你的选择专业的时候 包括你现在做事的方向 包括实习的方向 都会和这个产生联系 对 其实我现在有个想法 就是说 我可以就是设计一下教育行业 然后 你原来学的是广告是吧 对 在武汉大学 学的是广告行业 然后我希望就是说 用我所学的知识呢 就是给他们 给这些小孩 然后创造一个平台 然后让中美 中美两方 比如说那些很 状况不是很好 但是非常有天赋的那些 音乐家 还有那些学习音乐的人 然后给他们制造一个平台 就是让双方可以交流 然后也可以在 就是比如说 中国的音乐家在美国 然后有各种机会去表演 然后美国的音乐家 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在中国去 教当地的那些 很贫苦的小孩 这样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平台 网络平台 已经在筹备当中吗 对 其实已经在筹备当中了 然后就是 是一个网络平台 然后他是做线上跟线下的一些 相关的活动吧 具体介绍一下呢 因为现在就是还在筹备 所以说其实 还没有上线 对对对 就是即将要上线 但是大概还有两个三个月 这算是创业项目 算是就是大家一起做的一件公益的事情吧 因为我自己的话 你这个大家还包括谁 对 还包括一些朋友 然后比如说他们有一些 有金融的背景的话 他们就是可以 比如说可以在中国 中国那边可以用一些 怎么讲 就是可以拿到一些钱 然后来投资这个 我们的这个平台 因为不管怎么样 还是需要需要钱来搭建这个嘛 对 所以他是为音乐教育服务的一个平台 是的 是的 那 好 OK 那重新剪一下 好 那更多话题我们留到下半段再说 让我们先休息一下 欢迎回到纽约会客室 为何 听说最近还有一件大事 就是要出书了是吧 对 没错 我这个书呢就是 马上即将完稿 其实第一稿已经完成了 然后现在在跟编辑正在讨论嘛 就是要把书稿修改一下 然后呢 这个书出出来呢 大概拿到手可以是在十月份左右 对 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 其实大家都跟我开玩笑 他说你这么年轻就写自传了 自传啊 没有没有 其实就觉得是一些生活的经验吧 跟经历 因为我之前就是接到很多不太认识的 就是学弟学妹 然后他们都跟我说 你比如说要申请出国 或者是你要申请那些 就是比较厉害的那些出国交流的那些项目 你是要怎么申请 或者说是因为我之前还考过中国的特长生嘛 包括体育特长生跟艺术特长生 我都有考过 然后所以他们说 那学姐你是怎么去考这个特长生的 然后还有一些人就说 因为我之前也 怎么说 就设计的面就比较广 然后有做过那个平面杂志的model 但是是part time嘛 然后他们说 你要去做这个 然后有些什么门槛没有啊 然后就希望把这些经验 就是通过书的这样一个形式 然后呈现给大家 因为我每次都要一遍一遍的讲 然后包括我的老师 然后我高中老师 他也是看着我一路成长嘛 然后他也是让我就是录视频啊 然后给他的新的学生那么看 然后我觉得就是说 我需要书这样的一个载体 然后把我现在经历的一些东西 然后分享给学弟学妹这样 那如果我现在想让你在节目当中 给大家分享一下 你自己觉得值得分享的经历 你会选择什么来说呀 不然我们可以先从一下 先从那个音乐会吧 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刚开始说音乐会 然后这一次在纽约呢 其实是我第二次音乐会 然后第一次音乐会呢 是在台湾 因为当时我大三的时候 从武汉大学交流到台湾去嘛 台湾政治大学 然后也是学的广告 交流了半年 难怪你现在说话是台湾腔 其实我自己不觉得真的 但是大家都说 你是不是有点台湾腔 我说真的吗 但是就是我在那边得到很多朋友的帮助 然后刚刚开始 反正我觉得怎么说 就生命还怎么说还蛮奇特的 就是很多机缘巧合 因为当时我在那边的话 就是在政大交换 然后我上的一门课呢 就是台湾滚石唱片的CEO 然后段忠义老师 然后呢老师给我很大很大的帮助跟支持 然后他赞助了就是音乐会嘛 非常非常对自己很好的人 其实很多事情会协调不过来 然后这一次呢就改善了还蛮多的 然后也会自己就是说 写个计划书啊 然后去拉拉赞助啊什么的 对然后就是一项一项在改进这样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我觉得比较 自己可以分享的东西 那大概就是我的学习的历程了 学习 因为其实我不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天赋的小孩子 但是我就是比较肯努力 因为我妈常跟我讲说 你要被笨鸟先分 因为你都不是非常的聪明 你一定要先就是走在别人的前面 然后呢我就是从小的话 就是比如说暑假大家都去玩 然后我妈妈呢就会买那个英语的CD碟 天天给我听 天哪 那个时候感觉就是都要听晕过去了 不过就现在还蛮感激他们 就觉得天天听这个其实还蛮有用的 然后呢到了反正小学的时候成绩还蛮好 然后到了初中 因为当时家里就是有变故嘛 所以就没有那个钱去给我择校 就去一个去一个大家都都去那种好学校 然后呢我就被分配到就是基本上是全是就没有人想去的那个学校就对了 然后去到那边呢我刚开始还蛮沮丧的 我说那我现在到这个学校的话就 我觉得我这个人生就回了 没有希望是吧 非常没有希望 但是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 就是那边因为我读的是初中是贵阳十三中 然后跟我想象的不一样就是老师都非常的好 然后他们都一直在鼓励我 就是说好好学习啊怎么样 然后也给我很多很多机会去参加 比如说演讲比赛啊 然后广播体操 然后我也是领操 领着就是几百人在那边做操 然后也是合唱合唱比赛啊 就各种比赛 然后我都是微笑争光嘛 拿了很多奖 然后那个时候就信心就起来了 然后学习也还不错 在前就全年级的话也是前十嘛 也还还蛮不错的当时 然后呢就是以这样的成绩 我又在初三的时候参加试运动会 试运动会非常机缘巧合 遇到了贵阳一中的就是田径队的老师 然后他就把我给相中了 一位就是六十多岁的女老师 他觉得听了我的故事 他觉得就是这个孩子非常有潜力 然后他就就是录取我了 然后相当于就是说我初中 去中考的时候 没有任何的压力 我就去考试了 然后到了高中的时候呢 然后跟我怎么讲 就是意想不到的就是 因为我那个高中是全省最好的高中 马贵阳一中 然后呢看我的成绩排名 尽效 我们班好像有当时是五十七个人 然后你猜我排到多少 五十五啊 猜定了啊 五十三 我只能往低了猜 基本上跟五十五就是没有差几分就这样 对 就是五十三 当时我那个心情非常崩溃 因为就我在想说 我在原来的学校 那我在办理都是前几名 我突然就是来了一个好学校 然后就差距这么多 因为你在班里面是五十多名的话 那你在年纪已经是一千多名了 就是你就想象那个压力有多大 就是说天哪 我到时候大学要考哪里 天哪 你们一个年纪那么多个班啊 对 有三十个班 天哪 好吧 对 就是基本上全省最好的学生都在那里了 对 然后你想就是竞争非常的激烈 然后那个时候 我真的是 我非常的郁闷 然后我就去找高中的班主 然后他们谈心 就说我应该怎么怎么办 然后老师也说 也鼓励我 就你应该怎么怎么样 然后我就照他们的方式去做 但是直至高三的时候 都其实并没有什么效果 因为我的基础实在是太弱了 相对于其他的同学 我会觉得 其实正常的脚步应该是 你听了 你听了老师的话之后 你去做 然后你就真的是 进一步神速 但是真的没有 就觉得就那个时候 就是还蛮 就觉得生活还蛮可怕的 使不上镜 对 使不上镜 懂那个感觉吗 就是你拽着那个绳子 但是那个绳子就是 你的手就是没有力 对啊 但是我还是相信那句话 就是天道酬勤 然后呢 就是量变 发生 直至发生质变 然后终有一天 就是魔考的时候 魔考的时候 我从全班的四十多名 然后考到了二十多名 然后呢 最后一次是考到了班里的第八名 然后加上我去 就是武汉大学考的 艺术特长生的二十分 然后相当于是班里排名第二 然后进入的武汉大学学习 对 老师学就非常的鼓舞人心吧 因为很少就是说 在他的那个经验里面 是很少有学生可以坚持这么久 就是说你前两年成绩一直都没有起色 然后突然一下就是突飞梦境这样的 我自己都被吓到了 所以这样的例子很适合给这些准备考试的学生们 是吧 对对对 没错 就是坚持很重要 是的 那当时后来来纽约大学呢 你原来工作过吗 我原来没有工作过 但是就是做过很多实习 然后还有做过一些就part time 比如说model啊什么 不过那些都是还是跟兴趣就比较相关嘛 就是喜欢就是展现最美的一面给大家这样 然后呢也在一些电视台呀 去做过一些怎么说记者 然后实习记者 然后做过一些活动的策划 对 然后大概就是这样 那后来来到纽约呢 纽约化我觉得是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 因为如果你不走一走看一看 你永远也不知道就是这个世界有多大 来纽约多长时间了 今年是第三年 我是2014年9月份过来的 对然后在纽约大学 反正在纽约的这几年没有浪费时间 然后除了纽约大学这个master degree就硕士学位之外呢 我还在Parsons就是the new school它底下那个Parsons 修了一个两年的graphic design的certificate 对就相当于是double school就很累 不过我觉得很值得 那那个学的又是为了做什么呢 因为在我看来 因为我本身就是做communication这个大类的 然后graphic design的话 其实是跟视觉传播相关的 我觉得现在很多媒体 尤其是social media 那种新媒体它们出现的话 那很多观众 他们很多读者 他们就喜欢用手机 然后上上比如说 上上比如说Facebook 然后上上那个WeChat 看那个moment 他们都是通过视觉 直接看到的那个图像 对 他们不会说是花太多时间 去阅读一个文字或怎么样 所以你觉得 对于你看东西来说 你更专注的是它的图像 而不是它的文字 我其实都可以 但是我觉得就是 在现在这个大环境下的话 你要做好传播 尤其是广告 就是还有公共关系 这种传播类的东西 还是要懂得怎么去运用 这个视觉的这个方面 去吸引读者 那你觉得现在 就是说公共关系也好 大众传媒也好 它的这个重点是什么 如果我要做好一个传播的话 因为这个 这个communication 真的是一个大雷 实在是太广了 但是我可以举个例子 比如说 想做好公共关系的话 然后首先我觉得 纽约会客室 由Chase赞助播出 请不吝点赞助